好 大家好 焦点视频 风评的时间 今集我想讲讲这个我们的律政司司长 郑若华 人称大波华 郑若华女士 她的能力高与低 理论上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够看到的 因为我们不是跟她共事 她能力高与低 其实某程度上 你都知道 做到司长级的 有多少事情是她亲自去处理 她都是一个照保形式的人物 我觉得 但是她的态度 我们就绝对会看到 正如我记得前几天 她上了Lound TV访问 她的主持就问她 司长你觉得这个紧急法 成立了这个反蒙面法之后 那个效果是如何 正如她的回答 她的回答 我就是觉得很痛心 而我也觉得 请着一个这样的人 是很忧心 因为她的回答 她就是说 其实那个效果 其实那个效果 是不应该 是正是去focus 在那些人 还戴不戴 这个面罩 是不应该 只看这个成果 OK 效果是不应该 想决于成果 就是我听到之后 我当堂 我觉得很震撼 你做完一件事 你希望有一个结果 但是你去 去评分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动作 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又不是看结果 大波华 你究竟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你明白我多震撼 当堂 这个完全根本就是一个 打工仔和老板的分别 老板就是 我每做一个决定 我都要有一个结果 例如假设我开完折楼 我炒了一些人 我缩了一些皮 OK 那我当然要有一些钱 是 数字是见到的 要由蝕便赚 这个就是一个老板的心态 打工仔就不是了 最紧要就是我方便 老板做 老板叫做 我就一定要做 不过做完有没有效果 我不知道 不一定 做了就是做了 或者叫做过 我 那郑若驊呢 正正就是这一种 比我就是这一种的感觉 做了 我用了紧急法做了 有没有效果我怎么知道 那当然啦 因为真的 的确很多 街上的示威者 仍然戴着个罩 你吹得他仗 要拉 怎么拉 百多刀 都是这样戴着罩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这一宗新闻呢 我是真的 我觉得很 異常地震撼 我不明白一个去到 思长级的人 原来都是抱着 一个打工仔的心态 那和我在一间餐厅 见到一个 侍应 有什么分别 思长级的人 都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相信呢 郑若驊这个人呢 其实呢 我往后呢 我都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 YouTube Channel的 原学家 究竟 对他的一个 仕途 有什么 分析